王的女人 谁敢动 作者 拈花惹笑 播讲 一刀苏苏 一种坎求喜马拉雅 独家出品 第七十三集 霍言出了门 亲自去给九王爷准备饭菜去了 毕竟这件事也不适合交给别的人 现在知道木母是九王爷的人 也只有他们三个 木母又不能出去 她毕竟不在队伍中 可必须的衣食住行还是要的 所以这一事也是不方便 霍言离开之后 凤九儿有点心事重重 木母不知道什么时候放下了兵书 看着她 是不是担心心血子们会有危险 此行必然会有危险 他们在参与甄选的时候就应该知道 就算不参加这次任务 也会执行另一个任务 凤九儿站在窗边 从虚眼的窗颜上 看着外头渐渐昏沉下来的夜色 窗户开得并不大 倒也不怕被人看到 毕竟从远处看 木母现在这一身打扮和九皇叔 简直没什么两样 九儿又到 他们以为你是九皇叔 自然知道自己肩负保护九王爷的重任 更加不会有人放松 这是考验之一 也是必须要经历的 能进入龙骑军的 都是顶级学子 既然进来了 就应该知道没有退路 木木 等会儿 霍言会给你送晚膳进来 我不便 与你同处一时太久 怕遭人非议 我先到隔壁的房间 有事你在墙壁敲三下 我会过来 木木又看了她一眼 看得出她的疲惫 和那一丝丝的力不从心 大病出狱 她连休息都不愿意 醒来的第一天 就随大军一起出门 要说凤九儿现在不累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木木心头略过一丝瑟瑟的感觉 寒手道 好 万一有人靠近 我知道该如何处理 不用担心 就如今日那般 她连皇后和太子都能拒绝 现在 当然不怕拒绝任何人 不想见 就让他们滚 不滚 就打到他滚 九王爷这傲然霸道的性格 还真是好使 做什么都方便 那我先过去了 凤九儿冲她一笑 转身出了门 刚出门 唇边的笑意就没了 她笑不出来 抬头看着刚升起来 渐渐起了一点轮廓的月亮 她眼底全是思念 九皇叔 你现在在哪里 到底 怎么样了 再看一眼 越来越昏沉的夜色 她才走到隔壁的房间 推门而入 只是没想到 自己刚进门没多久 房门竟然被人敲响了 谁 九儿没心轻醋 一丝防备 是我 小樱桃犹豫了下 才到 九 凤将军 我能进来说话吗 房门被人打开 里头的人 自然是九儿没错 小樱桃走了进来 第一眼却不是看向奉九儿 而是目光 下意识在房间里扫了一转 怎么了 小樱桃 你想要找什么 九儿将房门关上 自己走到茶几边坐下 倒上一杯茶水 但她没有立即喝 而是取出银针 往茶水里探入 等了片刻 看到银针 没有任何变色之后 才端起来喝掉 小樱桃 私下里就没有必要 叫我凤将军了 我们还是朋友 是不是 小樱桃 等的就是她这句话 要知道 这一路上凤将军 凤将军的叫着 都快要将她逼疯了 九儿 木木呢 出了这么大的事 木木为什么没有跟来 当初选拔龙骑新军的时候 木木和凤九儿 都没有被选上 九儿受伤回来 是木木送回来的 他们应该 一直都是在一起的 凤九儿和九王爷之间 是什么关系 没有人知道 但小樱桃一直相信 九儿是替九王爷做事的 果然 九儿拿出了九王爷的令牌 当了这一次出行队伍的总指挥 那 木木呢 木木当初 还亲自送受伤的九儿回来 为什么这次出行 却独独没有木木的份 小樱桃 这一次是龙骑新军的任务 木木不是龙骑新军的一份子 没有跟着出来 不是很正常吗 以木木的本领 她想选上龙骑新军 根本就是一如反掌的事情 小樱桃既然已经将话说开了 就不打算藏着掖着 她咬了下唇 瞪着九儿 不越道 九儿 你不当我是朋友 凤九儿没有说话 知道她指的是什么 也知道 她已经起了疑心 不是她不相信小樱桃 而是这件事情 越少人知道 越好 不过现在 好像有点瞒不住了 她又给自己倒了一杯茶水 依旧要探毒后才喝 那么 你到底想说什么 既然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不如一次说清楚吧 我怀疑 隔壁的九王爷 就是木木 你声音一定要这么大吗 凤九儿 有点无奈 小樱桃 才是反应过来那般 立即咬住自己的唇 将声音压到只有两个人听到的微弱 抱歉 我不是故意的 但今天 今天王爷下车的时候 我看得很清楚 那背影 那背影明明就是 小樱桃后面的话 她就算没有说下去 九儿也是明白的 对不对 我没有别的意思 当然也不会乱说话 九儿 你要相信我 凤九儿 还是没有说话 要是不相信她 在她说出这些话的时候 已经把她拿下了 小樱桃当然也明白这一点 对九儿 她还是有足够的信心的 我只是想要你一个确定的答案 我 我想知道 她到底是不是她 她看着凤九儿 有点忐忑 也有点期待 看来 你很希望 真的是她 这丫头 这么喜欢木木 知不知道木木私下里 又跟她说了什么呢 作为朋友 凤九儿不想隐瞒小樱桃 不过木木这些事情 情情爱爱的事 现在是真的没有心思去理会 她根本不在意情爱的事 所以不管是木木 还是南门许的婚事 从不在意 至于小樱桃和木木 将来她们怎么样 也轮不到自己说什么 既然你觉得是 那便去霍言那边报道 就说 是我让你天生 照顾九王爷 让霍言一个大男人 去做这些 始终是不方便 她和自己 都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换一个小丫头 那便最好不过了 小樱桃 微愣了下 最后小脸一红 用力地点头 嗯 转身 立即就出了门 找霍言去了 这丫头 也是真的太单纯 喜欢就是喜欢 从不掩饰 凤九儿 正要拿出霍言 给她的地图 继续研究 地图刚拿出来 她忽然捂着胸口 脸色变了 心好痛 痛得连呼吸 都一下子困难了起来 凤九儿脸色变得厉害 用力捂住自己的胸口 大口喘气 小樱桃不知道 想起来什么重要的事情 刚好回头来找她 推开门 便看到凤九儿 一脸痛苦的神色 小樱桃吓坏了 连门都忘了关 低呼了一声 闯了进去 九儿 你怎么回事 是不是 是不是茶水有毒 九儿 你别吓我 不料 小樱桃的叫声 才刚响起 猛的 一道素白身影 闯了进来 竟然还闯在 小樱桃之前 将凤九儿扶住 如何 中毒了 听到小樱桃的叫声 木木哪里 还管得了那么多 凤九儿立即摇头 只是 胸口依旧很疼 不 是心脏在疼 不是 那你 是九皇叔 一定是九皇叔 凤九儿 闭了闭眼 深吸一口气 他完全不知道 自己什么时候起 竟然可以和九皇叔 有这么密切的心电感应 可他绝对相信 一定是九皇叔 是九皇叔出了事 九皇叔 他现在到底如何了 九王爷今晚 一直都在吐血 直到老尊主赶到之前 他吐血就没有停止过 后来 老尊主自己推动轮椅进去了 就连玉京风都被赶了出来 玉京风心急如焚 却也无可奈何 只能命人守在房间周围 将整个院子严密把守 少主怎么会伤得这么重 冷月和 冷月和玉京风 一起守在外头 一脸焦急 少主他 玉京风面有难色 这事不敢提 是不是因为凤九儿 冷月就知道 这女子一定会害了尊主 是不是 少主的身份真的败露了 他们一路赶来的时候 就已经猜想了无数 冷月也忍不住将尊主 把凤九儿带回据点的事情 告诉了老尊主 他不是一个惹事的人 虽然之前确实对尊主 带回来一个姑娘的事情 很不满意 也觉得很不安 但尊主没有出事之前 他并不打算做什么 也不愿意 做让尊主不高兴的事 可现在 尊主伤成这样 他们又因为一路 追赶得太焦急 还来不及调查事情的经过 更何况 九王爷受伤这件事 知道的人并不多 只有他龙骑君的人 以及几个当事人 龙骑君的人 绝不会将王爷的事情 随意泄露 这里守着的 还是龙骑君的人 他们来这里 也不是以天尊门人的身份 玉京风摇摇头 淡淡道 这件事情 我随后再与老爷说明吧 冷月一脸不满 但现在 也不是追究的时候 刚才进去的时候 竟然看到尊主 一直在吐血 这么多年来 还从来没有见过 他伤得这么重的 冷月现在 心痛得很 只想让尊主 快点好起来 至于其他事 暂时 可以先不在意了 约某过了半个时辰 老尊主 才从里头出来 出来的时候 很明显 满面疲惫的气息 连脸色 都是描述不出的苍白 老爷 不方便 以老尊主相称的时候 玉京风 一向称呼他为老爷 老爷 少主现在怎么样了 完毕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